雷霆队去年夏天在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情况,夏节乎得到了乔治和安东尼,组成了维阵联盟的三巨头。 那时的他们被运作是最有希望将强大的金周勇士挑下马的队伍,尤其是在常规赛的前两场较量中,雷霆均紧用三节时间就打花了比赛,更让人对他们充满了很大的期待。 不过赛季中断罗伯森的赛季报销,将刚刚战绩有所体色的雷霆又陷入了困境,最终他们仅以西部第四的成绩打进了季后赛,在首轮就惨造权失淘汰出局之后, 这支雷霆队似乎就面临分崩瓦解的情况,然而管理层的运作再次让球迷眼前一亮,以四年顶心续约下了保罗乔治。 这样一来,雷霆就保住了争赌总冠军的希望,因为一旦乔治离去的话,那雷霆队必然又会变成像一列到一起赛季微笑单独带队那样,而就在续线下乔治不久之后,雷霆又一两年底线的合同签下了诺埃尔, 这位曾经拒绝过笑牛顶心合同的潜力中锋,他现在需要的就是一个机会证明自己,而雷霆毫无疑问是他的最佳选择。 但是补偿的同时,雷霆也面临着巨大的困境,就是税高达一亿五千万美元,就在整个NBA历史排名首位。 如果以现在制套阵容开启现赛季的话,那对于雷霆管理层,来说显然是不可接受的。 不过之后,他们就完成了一笔一键双标的交易,将安东尼交易到老鹰,得到了施罗德和卡巴罗。 众所周知,安东尼一直和多诺万的体系格格不入,甚至在比赛的第四节位在板凳席上,牵挂实力或许是有的。 但是在雷霆队,他毫无疑问是独流般的存在,而得到了施罗德眼上雷霆的替补实力,在一次得到增强,上个赛季施罗德场均可以得到19.4分6.2助攻。 有这样一名得分能力如此出众的替补,微商身上的压力也会减少很多。 同时,最关键的是,在交易完成之后,他们的奢侈税从此前的1亿5000万美元降到了8880万美元,整整减少了将近了7300万美元。 不得不说,雷霆管理层这两个赛季以来的操作级别实在是高级,对等于等罗伯森付出之后,现在雷霆的实力显然要高于上个赛季, 首发球员的防守和进攻都处于联盟顶级,而他们的强硬的身体防守一直都是勇士最惧怕的,尤其是库利和唐普森,从上个赛季的比赛中就能看出,他们在这种防守强度,下投篮命中率会下降很多。 火焰、马茨辛赛季都要进行磨合,因此,雷霆对决队是最有可能击败勇士的一支队伍。